经济民主联合在马英九时代为反黑箱服貌站上第一线 13日重返当年占领的立法院门口 反对过去的盟友成了执政党 竟然也想偷渡服貌 抗议林权偷渡服貌 要求监督条例联席审查 经济民主联合发言人吴俊瑞指出 林权推动开放中国自然源来台买卖基金的政策 已经打破他在上个会期答询监督条例先通过再处理服貌的承诺 吴俊瑞说 实举无意识以实质的政策来偷渡服貌协议的开放项目 我们身为太阳花运动的参与团体 我们感到非常的愤怒 一行政院开放中国投资人来台投资架构图 将开放中国自然人包括陆配和合法入境的陆克 都可以在台湾买卖股票基金 平面媒体跟进报道中国大妈准买外币债基金 开放范围甚至比马政府还宽松 金明连发现行政院9月1号在网页发布消息 经抗议后悄悄撤掉 金明连召集人赖宗强痛批湮灭证据 大家现在到行政院的网站去看 简报是有的 但是就少了这一页 请问林权你在虚心什么 请问林权 你为什么不让大家知道你在偷渡服貌 金明连发言人简年又指出 林权内阁已经为被立法院2013年6月25日决议 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 非经立法审查通过不得启动生效 金明连之工蔡敏颖强调 中国的首付代现在非常猖獗 中国政府也没有办法取缔 将是金融风暴潜在因素 蔡敏颖还说 就是他们不时的想要统战我们 所以我们无法知道 他们是否会在适当的时期 在适当的时候立足大选的时间 另弄大量出货的时候来操作平价 迫使台湾的企业表态 他们更是立法 赖中强评估 习近平要等明年秋天 十九大完成权力巩固后 2018两岸才渴望复谈 台湾应抢先完成监督条例立法 赖中强支持两岸以对话非武力方式 解决纷争 但不能强迫对话对象 必须接受某种前提 因为这并不文明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华台北报道